詩篇第二篇 列國為什麼這樣憤怒? 他們為什麼兇謀妄想? 世上的軍王準備徵戰 掌權者聚集密謀對抗上主和他所高立的 他們呼喊 讓我們爭脫他們的束縛 擺脫上帝的奴役罷 然而在天上掌權的那位要發笑 主要癡笑他們 他憤然譴責他們 他的烈怒使他們驚恐 因主宣告說 我已選立軍王 坐上耶路撒蘭的寶座 就在我的聖山上 王宣布上主的法令 上主對我說 你是我的兒子 今天我成了你的父親 只管祈求 我就把萬國賜給你作產業 將全地賜給你作財產 你要用鐵杖擊破他們 好杖打碎淘氣一般 郡王我 現在你們行事要英明 世上掌權的我 你們要警惕 要以敬畏的心 侍奉上主 要全戰經的心 歡樂 要服從上帝尊貴的兒子 不然他便要發怒 你們在奔波忙碌時 就會被消滅 印他的怒氣瞬間爆發 但投靠他的人 多麼有福